传回来的消息 原来上次的猎杀集团就是探居派来的 但探居角兔三窟居无定所 指人带回来的也只是他们在边境的一个大概的位置信息 我这边也有重要的消息 犯罪集团安插在警局的卧底 知道了现金和花名册的位置后 立即就坐不住了 安排了人去岛上取现金 被警方派出去的人当场抓获 卧底的身份也浮出水面 此人竟然是赴局前大年 现在他已经为罪潜逃 晚晚你最近暂时不要离开学校 前大年岂有可能会对你下手 哥 师兄 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 前大年无非是想把我抓去交给探居邀功 我到时候洋装被抓 你们跟在我后面 等到了探居的老窝你们在现身 这样就可以把探居一网打尽 这么做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和凝晨说一下 省得他到时候暴走 好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除晚晚下课后赶知道后面有几个人跟着他 他立即拿出手机把这个情况 告知了凝晨白景墨和林志秋 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往校园附近的咖啡厅走去 守在咖啡厅门口的一个黄毛等 除晚晚一过来 对着他喷了好几下 除晚晚屏住呼吸 装作昏迷的样子晕了过去 快 把人抬上车 快走 估计警方马上就会得到消息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年哥就是厉害 一出手不费什么事就把人拿下了 那是 当年老大派我来卧底 这么多年这群家伙硬是没有发现我一点破绽 装作昏迷的除晚晚听到他们的对话 心中忍不住忍笑 前大年这下估计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晚晚 你在哪儿 脑海中传来宁晨的心声 除晚晚也默默回忆 我已经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现在正带着我往高速上去 你跟师兄说让警察放他们离开 悄悄跟着就好 你自己小心 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好 宁晨睁开眼看向白锦默和林之秋的 晚晚已经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正往高速上去 让关卡的人给他们放行 后 林之秋立即打电话通知警方撤掉所有关卡 年哥 我们都跑了两个多小时了 怎么一个检查都没有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啊 要是有人查的话 咱们现在就应该在警车上待着了 黄毛 你把心揣肚子里去吧 我们走的高速比较偏 车牌照又是假的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走的是哪条路 就是想追也追不到啊 可是我这心里直打鼓 也不知道为什么 行了 都打起精神来 离边境还有不少的距离 等会儿去附近弄点吃的带上 是 年哥 凝晨 你们跟上来了吗 就在你后面 一辆蓝色的车 再过一段路 我们会换一辆车继续跟着 以防被他们发现 初晚晚放心地闭上眼睛休息起来 一会儿要是找到探居 说不定还会碰见鬼横 我得养足精神才能应付他们 十个多小时 车子停在一个偏僻的农家院门前 喂 下车了 你最好别喊 否则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我 我不喊 刀疤 去敲门 刀疤立即前去敲了敲门 有人吗 谁啊 来送货的 请老板验个货 没人跟着吧 放心 我们小心着呢 没人 行 赶紧进来吧 老大人呢 您别记 老板身份特殊不方便过来 让我们先验货 确定没问题才会带您去见老板 真麻烦 这可不是麻烦 这叫谨慎 毕竟吃了回馈 总得再小心点 这就是你们说的货 没错 她是白家的大小姐 当年抄了老板家底的颜青月就是她妈妈 麻烦你把头套摘了 让我瞧一瞧 总得看看脸才能确定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前大年看了一眼黄毛 黄毛便伸手把楚婉婉的头套摘了下来 真是颜青月的闺女啊 楚婉婉这时也在打量着眼前的男人 她根据此人的长相 在脑海中飞快地翻过有关犯罪集团的花名册 这人应该就是孙祖德 叛居身边的得力助手 最擅长跟人打交道做生意 当年犯罪集团被摧毁 孙祖德便跟着探居一起失踪了 没想到现在还在跟着探居 孙祖德说完便拿出手机去了另一个房间 没一会儿他就走了出来 孙祖德请跟我来吧 前大年等人眼中闪过喜色 连忙带着楚婉婉跟上去 与此同时 明晨 白景墨和林之秋三人也悄无声息地赶到了附近 后院的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一个穿着西装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椅子上 此人正是探居 老大 我在那边暴露了 我这次回来给您带来一份大礼 小琴 你辛苦了 这里没有椅子 就请你站着说话吧 探居阴冷地盯着楚婉婉 严清月的女儿 很不错 我没从你眼中看出恐惧 为什么 一个我母亲的手下败将 我为什么要怕 楚婉婉这话一出 前大年他们都忍不住惊讶地看着她 你是故意被他们抓来的 你觉得呢 楚婉婉面带微笑 双手轻轻一抖 绳子就松开了 啊 探居当初因为鬼横你才从我妈妈手里逃脱 如今妈妈不在了 我这个做女儿的要替她抓你归案 小丫头 你觉得你凭什么能抓我 如果没有把握 我敢被他们绑过来吗 除婉婉笑的自信 连探居心里都有了一丝的警惕 她连忙看向孙祖德 老板 我发誓 绝对没有人跟着 孙祖德是出了名的警示 探居对她很是信任 小丫头 你是挺有胆色的 但这里是我探居的地盘 你未免太过自信了些 是吗 那就看看吧 除婉婉伸手轻轻打了个响指 外面便传了一个积极的惨枪 孙祖德连忙出去查看 可门刚一打开 一把枪就抵在了她的脑门上 都不许动 孙祖德 你不是说没人跟着吗 老板 我确定刚刚没有人跟在后面啊 探居 你也不用怪她 毕竟普天之下能察觉到他们跟踪的屈指可数 这附近的人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你是乖乖伏法 还是被我们做到伏法 这普天之下能让我探居伏法的也是屈指可数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 做梦 鬼横 请出来吧 鬼横